熟練的擠出奶油花與卡士達醬 搭配新鮮水果和果醬 最後捲起麵皮 日系可愛可麗餅出爐 青年老闆胡瑩 從配料自製到造型搭配 一手包辦 撐起捲式可麗餅小宇宙 抹茶草莓 我們撒滿了金剛抹茶 然後鋪滿了草莓 所以口感是酸酸甜甜帶一點苦味 就是像人生一樣苦中耐甜 沒有開玩笑的 然後再來是繽紛水果 繽紛水果是我們用的四種季節的水果 然後放進我們的可麗餅裡面 有包含我們的手工的餡料 像蛋糕啊 卡士達醬 都是我們自己製作的 然後口感就是包含 包裹在軟軟的可麗餅皮裡面 就非常非常的好吃 那香蕉生巧克力也是 我們外送的應該是算第一選擇 就是男生女生通吃 通常就是女生會想說 我們辦公室男生比較多要吃哪一個 我都說香蕉生巧克力絕對不會有問題 然後布丁彈彈彈彈 就是海唐我們自己做的布丁 就客人非常非常喜歡這種布丁的口感 就是有很多客人說他心目中的布丁第一名 就覺得非常榮幸 不同於一般市售可麗餅 老闆採用軟Q薄皮添加餡料 華麗的造型與包裝療癒人心 適逢聖誕節還有獨特畫素造型超討喜 因為我們是日式可麗餅它是軟皮的 然後尤其是它裡面的餡料包裹起來 其實是一種有一種層次感 就是又綿密的層次感感受是非常的滑順 然後加上我們是手工製作是鹼糖的配方 也不會讓你覺得很膩口很甜 我自己本身也非常非常的喜歡 所以我們就朝了一個 世界最美可麗餅的方式出發這個目標 然後我就想要把花藝這件事情 包含在可麗餅裡面 可以讓它變成一個世界最美可麗餅 小小的店面擺滿應援品 許多偶像粉絲會來此舉辦應援活動 美得冒泡的可麗餅就成為他們的手裡小物 再透過台北店家改造計畫設計的打卡牆 為產品加成宣傳 參加台北造型之後 其實我們參加了很多的課程 然後裡面的課程包含了行銷課還有操作的部分 然後我覺得讓我們自己可以感受到非常多的收穫 然後包含我們在外面的一個牆 然後可以讓客人可以拍照打卡 這件事情是我一直很想要做的 因為我們店雖然很小 但因為客人會很常來我們現場 然後覺得沒有一個拍照的主牆有點可惜 然後拿一些背板可以讓他們拍 我覺得這次可以完成 我覺得很開心 老闆做甜點不僅療癒自己 也希望能渲染幸福氛圍 誓言打造全世界最美可麗餅 為大眾的日常生活增添甜蜜色彩 你的可麗餅花好囉 記者溫宇君 台北報導